香港天网刘德华预定今天晚上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一连四天的演唱会 尽管遇到台风搅局 主办单位超级原顶 前一晚还是宣布演唱会照常举行 让歌迷兴奋不已 但也引来了批评声浪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恩表示 北捷公司是小巨蛋场地的主管单位 在跟活动主办方签约时 契约内容包括如果台风来袭 是否照常举行活动 是由主办单位做最后决定 也研议未来会把小巨蛋纳入台风天放假的考量 而北捷也会持续的跟主办方协调 今天晚上的演唱会是否可考虑取消延期 香港天网刘德华相隔11年再度来台开演唱会 有网友直呼这回就像歌词中提到的一切都是天意 因为31号第一场演唱会就碰上康瑞台风来搅局 全台22线市停班停课 不过主办单位超级原顶前一晚宣布 演唱会如此举办 让期待已久的粉丝超兴奋 还有人一大早冒着风雨跑来台北小巨蛋 希望能买到现场门票 中立大早再来拍拍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还是会有人没有领票 可以眷顾我们这些有特地来等票的人 全台都在放台风架 但演唱会主办方还是昼场举行 对此小巨蛋的主管机关北捷公司表示 猫空缆车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等设施暂停营运 不过台北小巨蛋的主场馆 因应演唱会照常举办 所以主场馆也照常服务 而刘德华本人也在社群媒体发文 提醒歌迷留意天气警报 小心安全享受演出 只是随着外头风雨变大 就怕粉丝外出会有危险 也引来不少人批评 北捷身为小巨蛋主管 跟活动主办方签约 台风来期 最后是否照常举行 主办单位他们做最后的决定 未来当然北捷这边也可以来 跟活动主办单位 对于台风来临 可能停班课的情况 那种考量 北捷总经理也表示 会持续和主办单位沟通 虽然华仔魅力不可挡 但民众安全还是优先考量 接着综合报道